大家早,我是阿丹 今天一早呢,我們又來到前鎮舊聚落 今天要帶大家一起來看 三間廟連在一起的三間廟 本集與中山大學品創基地聯名播出 中山品創基地生耕淺草多年 去年在前鎮舉辦首屆創創生活節 生活好評 今年雖因疫情而改變模式 但仍延續淺草精神 並提出蒜,知淺草青年令 並邀請一步就出走 帶領大家來祈祀廟 三間廟就是明正堂、南海新宮 跟三天宮的在地稱呼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現象呢? 就要說到民國八十幾年的時候 政府因為要開闢新人公園 而將這新人公園裡面 有九間廟一起牽出來 政府就想出一個天才方案 要把他們集中成一個集合式的住宅 後來因為種種原因呢 只有這三間廟留下 形成了三間廟共用同一物 欸! 健翰! 嗨! 你怎麼會來? 我聽說別人說你們在這邊拍戲啊 我想說就帶一點涼水過來給你們 怎麼那麼好啊? 這就是我們前正人的熱情啊 健翰是我們這個青年創業返鄉 的這個青年有為青年之一 跟大家介紹一下吧 我是全八月的 全八月金木西專賣的店長 欸欸欸欸 來來來 這個 我們開箱一下 店長帶給我們什麼好料的 我想說你們在這邊拍戲很熱啊 怎麼這麼好啊? 太熱情了吧 來 呃 桂花糖蜜清冰 然後西米露 然後跟桂花檸檬氣泡飲 還有鳳梨冰茶 哇 這都是你們店的招牌嗎? 對對對 哇 怎麼那麼好欸 趕快來拿 趕快來拿 好 辛苦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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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們先來到明正堂 明正堂主是文海城隍爺 文海城隍呢 在世的俗名 是蔡露兒 蔡露兒過世之後呢 地方一度不平靜 所以在地這個前鎮舊居的居民呢 就前往這個辭政宮 來請當地的城隍爺出來跟他協調 協調之後呢 蔡露兒決定在城隍爺的座下修行 修行圓滿之後呢 他升格成了義映宮 那在義映池的旁邊會有山池 義映池就是奉飾義映宮的地方 好 那以前小孩子很喜歡在山池那邊玩 跳山木啊什麼的 可是其實這很危險 他如果一不小心這樣 從這山木這樣跳跳跳 跳下去之後呢 那這山木就會合起來 合起來之後呢 小孩子就在水裡面 所以呢 義映宮鎮守在這個地方 這個世界 後來就少了很多 所以後來呢 義映宮也升格成了文海城隍 好一進到廟呢 我們可以看到這邊呢 有這個陳聖勇先生的悲祭 這是為了紀念陳聖勇先生呢 他捐資建廟的舉動 接下來我們可以看到我們明正堂的主神呢 文海城隍 以及他這邊有很多的配飾神 其中有一尊呢 是天上聖母 這尊天上聖母呢 是從本剛靠剛靠京的天上聖母 所請回來的 那為什麼跟這間廟有關係呢 那是因為據說呢 這個文海城隍那時候在修行的時候呢 也曾經短暫到這個剛靠京去進修 所以一表示感恩呢 所以也從那邊 分離了一頓聖母回來 這裏最特別的呢 就是這塊神牌 這塊神牌呢 其實是陳皇爺呢 收留這些 可能因為道路拓寬 遭到柴廟的這些修行的靈體 像是這個台中的玩上狂馬 或是且定的七仙女 跟蔡真人啊 因為我們陳皇爺之前呢 也是從陰神升格成正神 也曾經流連地方 所以他對這些相同遭遇的靈體呢 更能感同身受 所以像這種雪中送灘的精神呢 其實是在我們民間信仰上 我們值得來學習的 那我們到隔壁去 但走之前呢 不要忘記 這裏呢 還有一個 陳皇廟一定會有的 蒜盤 登登登 現在呢我們來到南海清宮 南海清宮呢 主事是閻羅天子包青天 相傳包青天時候呢 來到了帝府上任閻羅王 他本來呢 是在第一店擔任秦廣王 不過呢 因為他這個在世時判案 非常的這個公正嚴明 所以有冤屈之人呢 他會不忍心呢 就會把他放回陽間 拿去洗刷冤屈 後來呢 他就被調到了第五店 當然擔任這個 森羅店的閻羅王 所以呢 我們在民間 有關閻羅王 第五店閻羅王的照相呢 都會看到他的額頭 都會有一個月亮 好那我們來南海清宮裡面看一下 有沒有看到 公正聯名僧羅店 那這邊呢 還有這個龍土大學士 的這個牌匾 那其實這邊 除了主事這個閻羅天子之外呢 他還有奉勢其他神明 像是 觀音佛祖啊 觀聖帝君啊 佛祐帝君啊 阿彌陀佛啊 等等這些神明 在這裡面呢 最有意思的是 一尊這個叫做 池府千歲的這個 池王爺這尊神明 這尊神明呢 相傳是總幹事的舅舅呢 一次在大水中 撿到這個池王爺的金森 但那時候呢 其實這個領已經退掉了 所以整個那個金森的那個 樣貌呢 其實是非常死黑的 那 總幹事呢 就來南海清宮 來請示這個閻羅天子 閻羅天子指示 那就把這尊金森請來這邊 他會來照顧他 結果過一陣子之後呢 這個金森 他本來從非常死黑的這個樣貌呢 就變成黑金的羊毛 然後就在有一次的祭祀中呢 池王爺就降價了 他表示說 他現在的身份呢 是這個漢高祖劉邦的這個親戚 叫做劉仲 所以現在這個池王爺 我們新進的這個靈呢 其實是由劉仲來上任 雖然這邊呢 只有奉仕第五殿的閻王 但其實就到了其他酒殿閻王的聖誕呢 或者是他們頂頭上司冬月大帝的聖誕 廟方呢 也會特別呢 來為這些神明來祝壽 那我們現在到隔壁去囉 退堂 嘿 三天宮 好的 三天宮的祖神呢 其實是祖寺中壇元帥 也就是民間熟知的太子爺 那這個元祺呢 是一位叫做黃謙的人呢 他家裡有供奉一個令牌 太子爺的令牌 那有一日呢 他就被抓作當機身 當機身之後呢 神威賢賀 處理了很多信徒的迎安雜政 那後來呢 有一位女信徒呢 因為就是很感恩 就是中壇元帥幫他處理 所以他就就是 雕了一個金身 要來獻給這個太子爺 那後來這個太子爺就有金身 那在民國六十五年的時候呢 又改名叫做高義尋天虎 民國八十八年呢 就搬來這裡 獻子這個地方 並改名三天宮 三天宮呢 後來呢 因為這個 黃謙呢 他們自己的家呢 想要請這個太子爺的金身回去拜 那一間廟呢 不能沒有金身嘛 所以呢 他們後來就詢問了中壇元帥說 那後來這個要怎麼辦呢 所以他們就列舉了一些廟宇 像是 著名的三鳳宮啦 新寧太子宮啊 這些這個很著名的三太子的宮廟 去詢問這個中壇元帥說 那我們接下來要去哪裡分離 那中壇元帥呢 後來就選定了這個 新寅太子宮 所以呢 廟方這一群人呢 就到了新寅太子宮 把太子爺的金身來分離 引請回來這個三天宮 所以三天宮 目前的太子爺呢 其實也是新寅太子宮 太子爺的分離 好我們可以看到齁 其實 從剛剛我們從明政堂啊 南海清宮到三天宮 其實這三間廟的格局 其實是大同小異 那這裡其實還有奉勢這個康王爺 齒王爺 還有很多各式各樣的神明 這裡每個禮拜五晚上八點呢 都會有這個基身 然後會有中壇元帥跟齒王爺降價 來替信徒這個辦事 那康王爺的部分呢 他是比較 對於這個接骨啊 金骨方面比較厲害 那齒王爺呢 他主要是辦一種重大的事情 像是這個嬰式的部分 那中壇元帥就是比較 這個日常平民生活 會遇到的一些事情 他都可以辦理 這三間廟呢 最特別的就只有這一間 有奉勢月老新君 這是因為呢 其實來求中壇元帥來幫忙的 有各式各樣的迎難紮陣 那中壇元帥認為 這個不同的領域呢 必須有專業的分工 所以呢 廟方在近期所珍視的這個神明之中呢 其實是有武財神文昌帝君跟月老公 今天呢我們一口氣介紹了三間廟宇 三間連在一起的廟宇 而且還共用頭一片屋頂 連金爐呢也長得一模一樣 這是時代變性下跟政府政策下的轉變 三間廟歡迎你來走走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 掰掰 吃杯啦 那是那麼勉強的 耶 他們開心了耶 你喝那是啥嗎 我要喝面的 我要喝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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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